相信对马来西亚有所了解的小伙伴都知道 它境内拥有着很多海域 而且这些海域的水质都特别好 是全世界最清澈最干净的海水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知道在这一片大海上生活着一个很特殊的种族吗 它们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活在海里的民族 在海里面能够行走自如 但上海之后就会晕倒在陆地 这个民族就是巴窑族 关于它们为什么会生活在海里面 有很多种传说 其中一种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有一位公主 因为贪玩就出海来到这个地方 但谁都没有想到她居然遇到了暴风雨 不幸卷进了海里面 国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感到特别着急 命令全国的人赶往该海域找到自己的女儿 并且下达命令 如果找不回来 你们就不必回来了 被派到该海域找公主的人每天都特别担心 一直都在不停地寻找公主的下落 但是很多年过去了 人们还没有找到公主 因为害怕国王降罪 人们就决定在海里面生活 这些人就是巴窑族的祖先 这个民族生活的领域特别广泛 因为在海里他们都生活得很自由 能够横跨三国 这个民族的人们都将自己的家建立在海上 在平常的时候 他们都依靠捕猎为生 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大人就会培养他下水的能力 据说还不会说话的小孩 就已经能够拿起鱼叉了 之所以说他们在上岸之后会晕倒在陆地 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都在海底生活 早已习惯了海里面的压力福利 一下上了岸 他们就会觉得特别不适应 会产生眩晕感 在这边 不知道 什么 这些足够